多年未孕夫妻领养一个女婴 但不久丈夫出轨与情人有了孩子 身患绝症的妻子得知此事心痛不已 临终前她做了一个决定 妻子去世后 丈夫的非婚生儿子养女对部公堂 那个男孩能否成为妻子的法定继承人 养父代子争遗产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2019年的一天 李兰医患癌症在家休养 却被一通电话弄得是心烦意乱 电话那头是个年轻女人口气不善 自称叫杨家欢 李兰并不认识这个人 以为打错了 但女人却声称与李兰的丈夫孙国栋相好已久 并且二人已经育有一子 她要求李兰立即与孙国栋离婚 面对该名女子挑衅的话语 李兰感到既震惊又愤怒 她冲着电话喊了一句神经病 就快速地挂断了电话 李兰不相信丈夫会出轨 但电话那头言之凿凿又让李兰不得不怀疑 整个一下午 李兰都被电话搅扰得是心神不宁 丈夫下班刚回来 她就忍不住想问个究竟 像网上一样 孙国栋准时地下班回家了 她一边换鞋 一边扬声寻为妻子 今天感觉怎么样 李兰冷眼看着丈夫帮自己倒水拿药一如既往 她硬下心肠突然发问 你认识杨家欢吗 李兰密切注视着丈夫的反应 只见她身体陡然一颤 愣了几秒 明显是在搪塞地说 不认识 李兰咬着牙说道 她今天给我打过电话了 说你们还有个儿子 望着孙国栋遇见苍白的脸色 李兰已经完全确定了 杨家欢所说不假 丈夫与其他女人都有了私生子了 傻傻的自己却一直被蒙在鼓里 李兰委屈的是眼泪直流 她一边哭一边痛苦地说 我们虽然没有亲生骨肉 但是小慧这个养女 也是我们一手抚养长大的 她哪一点比不上亲生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们母女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李兰感到绝望至极 她看着墙上与丈夫的合照 回忆起曾经的美好过往 李兰忍不住失声痛哭 她想不明白 一直对自己百依百顺的丈夫 为何会突然变心呢 这对夫妻之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李兰和丈夫孙国栋 是在大学里认识的 当时李兰很有文采 是校报的首席编辑 而孙国栋聪明博学 尤其擅长理科 在很多竞赛上拿过奖 两个人都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他们的感情一度被传为了家话 但是李兰知道 自己家经商 经济条件优越 而孙国栋出生在偏远农村 家境不好 也正是因为此 在结婚大事面前 孙国栋迟迟不敢上门提亲 担心李家人嫌弃他不同意 为此 还是李兰的父亲 主动约孙国栋见面 给他加油打气 告诉他 他们很看好这个积极向上 踏实肯干的年轻人 同意他们的婚事 李兰父亲还主动提议 让孙国栋来李家的企业帮忙 而孙国栋一方面感激李兰父母 通情达理 一方面也不想让人觉得 他贪图钱财盗切入坠 为了不落人画饼 他还主动写下了保证书 承诺跟李兰财产各归各有 并且李家公司的股权资产 都跟自己无关 这些年两口子是一起打拼 携手经商 一起挣下了不少的钱 这么多年 李兰没想起这些事情 都觉得丈夫是有情有义 但如今她心里疑惑 丈夫这么多年 恪守着AA制的承诺 难不成是因为自尊心太强 始终没有放下内心的 那份自卑感吗 如果是这样 那丈夫多年来对自己的关心 到底是出于像大学里 那样单纯的爱恋 还是逢场作戏呢 李兰想起就在一年多前 自己检查出癌症后 丈夫突然提出 要用李兰自己的收入 负担治疗费 李兰虽然觉得丈夫转变突然 但毕竟治疗癌症花费不少 丈夫在供给家用之外 再支付医药费用 经济上肯定紧张 他当时便没有多想 现在想来 丈夫会不会是因为 嫌弃自己生病 从那时开始变心的呢 在养女孙小会家 李兰急迫地讲出了疑虑和担心 并恨恨地表示 李家对孙国栋有恩 如果孙国栋忘恩负义 出轨他人 等于是在逼着自己 跟他离婚 望着身体和精神 都备受折磨的母亲 孙小会很是心疼 她想不明白 一直待自己 视如己出的养父孙国栋 真的是因为养母患病 才出轨变心的了 为了孙小会决定 找养父孙国栋谈一谈 小会安顿好母亲 赶紧去找父亲 这一进门 就看到了一地的酒瓶 闻到父亲满身的酒去 看到养女疑惑的眼神 孙国栋知道 一切都满不住了 父女俩相对而坐 孙国栋第一次 向养女敞开了心扉 原来经过多年的辛苦打拼 孙国栋和李兰二人 事业有成 开始更多的渴望 回归家庭时 却发现妻子 怎么也怀不上孩子 这两口的着急 岳父岳母更着急 丈母娘还亲自帮他们 安排了最好的医院 预约了最好的医生 仔细检查 检查结果 让孙国栋感觉是羞愧不已 因为病历上白纸黑字写着 妻子李兰一切正常没有任何问题 而自己精子活性不高 这才是妻子难以受孕的根本原因 无法生育的孙国栋感到十分愧疚 为弥补遗憾 夫妻俩协商想到一个解决办法 养女的到来 让孙国栋更加愧疚和自卑 而情人怀孕一时 让孙国栋发现 自己已经被蒙在鼓里 得知自己的病例被伪造 孙国栋怒火 煮烧决定报复 养父代子争遗产 正在播出 检查结果是岳父岳母 亲自给送到家里来的 孙国栋当时恨不得 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觉得当初自己穷 没本事 靠着李家娶了媳妇 有了事业 原以为可以扬眉吐气了 没想到在生孩子的问题上 还是自己不中用 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宽厚的李家人 并没有把这件事情 当成把柄 对女婿也并没有刁难 反而是宽慰女婿说 李家会帮忙 找最好的医生给他治疗 在李家人的安排下 孙国栋是又服药又针灸 但是折腾了半年 还是没有让李兰成功怀孕 这个时候啊 李家提出收养一个孩子 半年多的治疗 让孙国栋这个大男人 感觉是颜面扫地 他想或许收养一个孩子 真的能为这个家庭 弥补一下缺憾 转变一下家中沉重的气费 既然拿定了主意 夫妻二人很快便前往儿童福利院 办理了收养手续 被他们收养的是一名 尚在强保中的女婴 这就是后来的孙小慧 但是随着孙小慧的长大 孙国栋渐渐意识到 无论是长相还是性格 孙小慧均不像他们夫妻二人 这一点反复提醒着孙国栋 孙小慧跟他们之间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看着别人家的孩子 仿佛从父母一个母字刻出来的一般 孙国栋心里很不是滋味 尤其是每每想起来 不能生孩子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他就觉得无比的自责与惭愧 孙国栋不停将自己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工作中 他想多干出一点成绩来 证明自己的价值 也正是工作上偶然的一次接触 孙国栋认识了年轻貌美的杨家欢 杨家欢活泼开朗的性格 使孙国栋深受感染 于是二人经常相约吃饭谈心 小鸟一人的杨家欢 丝毫不知道孙国栋在李家的处境 在他眼里 孙国栋是大老板 是成功人士 他对孙国栋 那是又崇拜又仰慕 这种被人崇拜的感觉 是孙国栋认识的 他认为只有在杨家欢面前 自己才能抬得起头来 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 久而久之 爱母就变成了暧昧 两个人变成了地下恋人 终于有一天 杨家欢郑重地告诉孙国栋 他怀孕了 这自己不能生育 情人怎么可能怀孕呢 孙国栋一度以为是杨家欢 诓骗自己 在杨家欢委屈的眼泪和赌咒发射下 孙国栋将信将疑 去医院进行了检查 检查结果让他是又惊又喜 自己的身体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正当此时呀 妻子李莱检查出了癌症 打着帮妻子求医问药的幌子 孙国栋通过自己的人脉 仔细了解了当年检查的真实情况 他这才发现原来不能生育的竟然是妻子李莱 而不是自己 那些写着自己不能生育的病例 全是岳父岳母安排伪造的 查清楚这一切 孙国栋觉得自己被李家玩弄了 他跑去质问岳父岳母 问他们是不是早就知道女儿不能生育 身肢瞒不住女婿了 李莱父母很爽快地承认了 岳母告诉他 李莱进入青春区后 虽说个子长高身体发育 但生理区却一直不正常 检查出卵巢发育存在问题 虽然多方求医问药 但结论都是无法生育 正因为如此 在女儿李莱跟孙国栋谈恋爱时 李家父母虽知道孙国栋 家庭条件不好 但却欣然地接受了 目的是让她包容女儿 婚后 眼看女儿不能怀孕 爱女心切的李家父母 索性通过手段栽赃女婿得了不育症 而这一切 李莱最初都被蒙在鼓里 直到她想让孙国栋去国外看病时 父母才将真实的情况告诉了女儿 岳父岳母的话 让孙国栋是怒火中伤 青金暴露 禁不住 狠狠地钻住岳父的衣领 看着一贯温存听话的女婿 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岳父也愤怒地讽刺孙国栋说 如果不是因为李莱的生育方面有缺陷 凭她当年一届穷酸学生 哪里配去她掌上明珠 而且岳父还威胁孙国栋说 结婚前 你亲笔起的保证书 还存在李家的保险柜里面 如果你识相 李家不会亏待你 但如果你胆敢在这个时候 跟李莱摊牌 影响了李莱治疗 那么李家也绝不会轻饶了你 岳父的一句话 让孙国栋恨得是咬牙切齿 他觉得当初自己跟李莱是真感情 就算知道李莱不能生育 自己未必就会抛弃他不管 可李家不但隐瞒真相 还篡改病例 让他以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 更可气的是 他们还不顾自己的身体 给自己吃那么多药 这么多年 让自己的身体和内心 都背负了巨大的压力 一想到李家人合起火来 诱骗自己 愤怒和屈辱便涌上了 孙国栋的心头 倘若不是情人养家 还意外怀孕 自己可能会带着自责和自卑 不明不白地过一辈子 那么得知真相的孙国栋 会怎样做呢 感觉被耍了的孙国栋 对李家是彻底失望了 对亲手抚养长大的孙小慧的情感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放着自己亲生的儿子不养 去抚养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 真的是太傻了 但他知道 如果直接跟李兰摊牌 依照李兰的个性 婚姻肯定是无法继续了 如果这时候离婚 按照自己亲笔写的保证书 自己顶多能分得婚后 正得的那一份工资 但这些年 自己情愿承担家里所有的开销 当了冤大头 积蓄却寥寥无几 这点钱哪够抚养情人母子呢 孙国栋是思来想去 想清楚了 妻子得的是恶性淋巴流 虽然经过治疗 但身体每况愈下 应该是时日无多了 如果自己假装尽心尽力 伺候妻子到临终 再找时机 让妻子立下遗嘱 把她的钱留给自己 岂不是一举两得 打定了主意后 孙国栋就一边假意 继续照顾妻子 一边安抚情人 还编理由 让妻子自己承担治疗费 把自己的收入 都专心供养情人和孩子了 为了不让情人知道 自己在李家的真实处境 让情人继续崇拜自己 孙国栋并没有把自己的打算 跟情人合盘拖出 哪知道情人根本就沉不住去了 生下孩子后 竟擅自给李兰打电话逼宫 这就有了我们案件 开头的那一幕 得知丈夫孙国栋出轨 并有了孩子 身患重病的李兰 将所有的财产 都留给了养女孙小慧 李兰去世后 丈夫孙国栋上门要求 分割李兰的遗产 孙小慧只好将养父 起诉至法院 法庭上 孙国栋变称自己的 非婚生儿子 也是妻子李兰的 合法继承人 理应分得财产 那么这一说法 能得到法院的认可吗 养父带子争遗产 正在播出 这孙国栋讲到这里 不知不觉 已是泪流满面 孙小慧竟然一时不知道 该抱怨父亲 还是该埋怨母亲呢 回到母亲念前 她将父亲的过往 如实地告知了母亲 李兰听后十分的震惊 但转瞬 她就如是重负 当年呀 知道实情后 她本不同意 父母瞒天过海 但是谎言已经撒下了 如果再让丈夫知道 李家在生孩子的问题上 对她是蓄意隐瞒 故意栽赃 丈夫肯定不相信 自己起初并不知情 说不定还会认为 自己跟父母一道算计他 自己已经是骑虎难下了 只能把这个谎 继续圆下去了 为了不让孙国栋 继续治疗 盲目受罪 他才主动提出 要收养一个孩子 李兰知道 自己蒙骗孙国栋在先 孙国栋也用出轨 狠狠地报复了自己 丈夫怨恨自己 现在她又在外面生了儿子 自己的遗产 如果被丈夫算计了 肯定会侵害小慧的权益 孙小慧虽然是自己的养女 但是自幼来到自己身边 早已视同己出 在这种情况下 自己的财产 一定要留给小慧 心中有了抉择之后 李兰趁着自己神志清醒 当即立下了遗嘱 写明由杨宇孙小慧 继承自己的全部财产 并请来公证员 为自己的遗嘱进行了公证 安排好这一切的李兰 再也支撑不住病体了 没过多久 便抑郁而终 另一家父母认为 女儿的病情 本来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 突然暴毙 绝对是因为孙国栋出轨的打击 他们心中是愤怒不已 随即将孙国栋赶出了李家的企业 李兰去世后 悲伤之余的孙小慧 还在忙着打点母亲的丧事 没想到孙国栋却找上门来 要求分割李兰的遗产 即使孙小慧拿出了母亲 生前所做的公正遗嘱 孙国栋也仍不肯罢休 认定遗产不应当由孙小慧 一人全部继承 无奈之下 孙小慧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 请求法院判定养母李兰的全部遗产 依照公正遗嘱的安排 应当由自己全部继承 那么 手持公正遗嘱的孙小慧 能否顺利拿到养母的遗产 这法庭上孙国栋便称 自己的私生子孙嘉继 也是李兰的法定继承人 应当参加诉讼 分割遗产 法院就依法通知孙嘉继参加了诉讼 孙嘉继通过法定代理人孙国栋提出了主张 因为孙嘉继还是婴儿尚无劳动能力 李兰的公正遗嘱 没有对缺乏劳动能力 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法定继承人孙嘉继 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这份遗嘱应当属于无效的遗嘱 李兰所有的遗产 应当按照法定继承来处理 那么被继承人李兰丈夫的私生子 究竟能否作为法定继承人 继承李兰的遗产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拟治血亲 遗产继承时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13条第2款的规定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 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 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但该项条款针对的是 同意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况 在不存在血缘关系的情况下 首先要讨论是否有继承资格 即是否属于拟治血亲 拟治血亲是指本来没有血缘关系 或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但法律上确定其地位 与血亲相同的亲属 我国现行婚姻法 确认的拟治血亲有两类 一是养父母与养子女 以及养子女与养父母的 其他近亲属 二是在事实上形成了 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 继兄弟姐妹 没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 继兄弟姐妹之间属于殷亲 不属于拟治血亲 回到榜案 我们来分析一下 孙国栋的私生子 并未与李兰形成收养 抚养或继父母子女关系 非法律确认的拟治血亲 因而他不是李兰的法定继承人 不能够继承李兰的遗产 只能继承孙国栋的遗产 而孙国栋虽然是李兰的丈夫 但由于李兰在公正遗嘱中 将自己名下的财产 全部留给了杨宇村小慧 并没有给孙国栋留有遗产份额 因此孙国栋不能继承妻子李兰的遗产 李兰所有的遗产 应当归杨宇孙小慧所有 得知法院的判决后 杨家欢是又气又恨 自从怀孕生子以来 她早已辞去了自己的工作 日日幻想着能嫁给有钱人 当个阔太太 眼见自己落得人才两空的地步 受尽了世人的嘲讽 杨家欢十分的不甘心 意改曾经对孙国栋的崇拜 对孙国栋是日渐的冷落 最终跟她提出了分手 孙国栋是试图挽回 但杨家欢却只管 向她要儿子的抚养费 还嘲讽孙国栋 没有本事 不配做父亲 还不让她见孩子 孙国栋从为自己 不能生育而自卑 到为情人意外怀孕而大喜 再到为既没有获得妻子的遗产 又没有获得家庭的亲情而遗憾 情绪上是大起大落 几乎是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正在孙国栋 愁苦不堪之际 孙小慧突然出现了 送给了她五十万元现金 在孙小慧看来 母亲的去世或多或少 与受到父亲出轨的打击是有关的 父母都有错 也都是可怜人 但父母曾经给予的爱 却让他懂得了明辨是非 养育之恩大于天 他愿意给孙国栋养老 养育的一些话 让孙国栋回忆往昔时 痛哭流泣 观众朋友们 一桩看似美满的姻缘 却因为最初的不坦诚 种下了畸形的种子 最终也结出了悲剧的果子 李兰的隐瞒和孙国栋的背叛 最终让这段婚姻走向了解体 无论孙国栋面对岳父一家 内心有怎样的自卑 都不应当成为他对婚姻心缘一马的借口 面对妻子 孙国栋虽然承诺却不承担 虽然牵手却不相守 最终导致妻子悲伤欲绝 撒手人寰 假设有如果 我们但愿李兰能在知道 自己不能生命的真相后 将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 让孙国栋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 重新审视婚姻和爱的责任 那时如果孙国栋依然愿意 同李兰携手终老 那么李兰收获的将不再是一份 靠欺骗维持的婚姻 而是真正的 同中共济的爱情 因为婚姻只有真诚的播种 共同的耕耘 才能收获幸福和美满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 欢迎关注栏目符号 再见 婚后妻子迟迟不怀孕 医院的检查结果指明问题在丈夫身上 没过多久 妻子公布怀孕喜讯并生下一死 丈夫怀疑妻子出轨 并做出疯狂之急 夫妻俩均烧伤被送往医院 丈夫要为自己纵火伤人的行为 付出怎样的代价 丈夫难辨亲生子 下期播出